我們所知,心事、縮動的 這叫做,因人、因事、因地 這句話你應該在那個時候說 你怎麼不愛說呢? 你就是不說 所以,那個因緣、失去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要學的 有時候,減一句話的回答 也是做到很大的回合 所以,他人接吻說話 這都總是在我們日常的規則 規界的裡面 那個世的很多 所以,就知道突結路就是很微小 不是啦,在我們的日常太多了 所以,驚越純正的社責 幾次來提示 不是只有對黑人說 是要讓大家人都總有聽到 甚至呢,未來的眾生 尤其是出家族 應該也要知道 這個,鎮定長輩 要有什麼鎮定 阿蘭媽 他的心思貪圓 其實這些事情 不是他故意要發揮 如果佛道的主持 那個時候 佛道雖然有這樣說 不過呢 是沒有來搖亂 給他的心 所以他這時呢 真想要說 說不出口 這也就是說 我們眾生 依佛的言就是這樣 那佛道呢 也是用人生的社羞 就是這樣的言 如果沒有呢 主世之間呢 現在又在了喔 所以,社園就是這樣 黑人說不出口 黑人雖然向驚越純正 說懺悔 但是驚越純正 也是一樣 跟黑人呢 又抗出口 哭哭 他說 你要用心 去用功 好好呢 斷在你的煩惱 得了心痛 接著進來 那門就跟他開啟啦 去用心痛 去用心痛 寶寶會思想 他很悲哀 所以冠軍呢 回去 憑收的地方 親情 真的靜靜,提過了他最健身的心,來反省他的過去 他還有遺留到什麼樣的失去也沒有 自己一直反省了,一直靜靜了,哪怕到晚上 他頭腦沒著痴,也沒到路去睡,過了 就是不斷不斷會靜靜,不斷會反省 所以一直靜靜的意見 他心裡帶著小夢真正,想要小花天陸 忽然感,放人大瓦起來 他中的各瓦,過心心慶安,在三明六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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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